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跟小韩现在已经到达了西藏的省会城市拉萨了 拉萨这座城市在我们心目里一直是非常神圣 今天也有幸到这座城市里来走一走 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以及城市的道路环境 接下来就出发 我们现在行驶在拉萨的街头 可以看到环境特别的美 道路也是非常的宽敞 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特别的晴朗 拉萨的天空非常有特点 蓝天很蓝 日光之城的节奏很慢 日出日落都很晚 抬头就可以触碰蓝天 洒水车经过的时候是兰花草的音乐 市区也很小 每个地方都很近 小到你下一秒就能碰到你喜欢的人 这是一座有信仰的城市 人们对信仰的坚定和执着 眼神的干净 令人心生敬畏 没来之前是心心念念 来了之后是念念不忘 本次我和小韩走的路线是青藏县 一路穿越了唐古拉山 沿途中海拔比较高 也经历了几次高缓 但是我和小韩还是坚持了下来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省废 是西藏第一大城市 亦是整个青藏高原最高的城市之一 拉萨历史文化渊远流长 得天独获的自然资源 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 是青藏高原一颗璀璨的明珠 来到拉萨呢 就不得不尝尝拉萨特色的美食 酥油茶呢 是人们最熟知的拉萨美食 酥油茶就是酥油和浓茶 一同加工而成的 酥油呢 从牛羊奶中提炼而来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手抓羊肉 也是很多人都听说过 在拉萨呢 也是一种传统美食 还有呢 就是手抓羊肉等等啊 手抓羊肉在拉萨 也是一种传统美食 吃起来特别鲜美 是体验当地特色美食 必打卡的一种啊 藏式的甜茶呢 也是非常的好喝 甜茶用的是红茶 奶粉和白糖 这三种主要原料 各个原料的比例 和制作手法 不同都会影响口感 正宗的甜茶 超美味 如果你来到拉萨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 拉萨当地的美食 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不过来到拉萨呢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慢下来 才能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接下来呢 大家就跟随我的音乐和视频 好好地欣赏一下 这座日光之城 大事不及时 大事不及时 也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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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